鋪腿这边也是有做松井的 用手机开直播 在镜头前仔细介绍身上展示的衣服特色 22岁的陈小姐是中文系应届毕业新鲜人 曾在企业实习半年 发现自己不适合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 在家人的支持下大肆展开创业之路 如何经营社群摆拍进货挑货等 都是边学边修正 工作时间长达10到12个小时 比上班族工时还长 因为一开始就是因为喜欢衣服 我喜欢很漂亮的东西 然后也喜欢帮别的女孩变漂亮 所以才想从事这个行业 然后但自己做之后就会发现不容易 就是我几乎是无时无刻都在工作 尤其是最近开了一个小店铺之后 就除了网路上还有实体店 就是从一大早就先过去整理 然后再到忙网路上的东西 然后还要接待客人之类的 就是基本上都会超过10个小时 一开始销本可能一两万一两万的这样进货 对 然后现在的话收支平衡 但没有到让我很富裕的可以去娱乐 但是起码不会到亏损这样子 最辛苦的就是就是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做 就是从选货然后搬东西进货 然后再到自己拍摄后期修图上架 就中间说的是就是为了省人力成本嘛 所以都要自己做这点是比较辛苦的 我上了非常多课 就是因为我要自己后期制作嘛 平常还要剪影片什么的 就有上一些AIPS还有剪辑课 然后因为我会自己去拍 所以我也会上手机摄影课这样子 就是希望每一个环节能够用到的东西 我都有去学 熟练的冲煮咖啡 向客人介绍咖啡豆的风味 刚过三十的佩儒 从连锁咖啡店的外场服务生做起 花了五年时间 不断进修跳槽 投入专营咖啡的品牌学技术 甚至一天做两份工作 用最快的方式存下创业的第一桶金 终于在去年成功圆梦 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店 本来一开始就是在比较餐饮体系工作 那就是说其实大家开咖啡店 或是在咖啡店工作的人 就是会有一个咖啡梦 想要自己创业 然后自己当老板这样子 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可是不能只有光想而已 就是真的必须要一步一步去把 该完成的目标去一步一步实践 然后去达到实现这个梦想 那时候就是有兼两份工作 为了可以增加收入的部分 来达到可以开店的资金 然后那时候也有几个不同的行业 像城外送的店或是有内用的店 那经过不同的店就是待过之后 然后去了解说 开一家店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去累积那些经验这样子 会比你一般在单纯的受雇 这部分的话薪水其实会比较高的 目前我的预计也是朝下月入十万去做发展这样子 工作时间真的拉比较长 但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就是在当员工的时候 也很容易就是因为为了想要多学一点嘛 其实我也会用比较多的时间在工作上 所以其实自己创业之后我觉得 至少是为自己做事这样子的感觉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高达七成一受访者对于创业兴致勃勃 但预备投入的资金却变少 且已创业者有高达六成三 平均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 更有三成平均工作长达十小时以上 颠覆刻板印象中自由弹性的工作形态 根据我们调查发现 其实有七成一的民众对于创业是有兴趣的 当中有52.9%的人是有这样的意愿 但还在观望跟评估当中 另外18.1%的人是已经创业 那这个数据跟去年我们的调查结果 六成二的民众想要创业相比 其实今年明显是多出了将近一成的人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原因 我们归咎发现 其实有五成的人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薪水太少了 想要增加收入 其次呢则是包含斜杠人生 还有副业投资 以及个人的兴趣专长 还有希望达到work-life balance 以及希望拥有更弹性的时间 可以多陪伴跟照顾家人等等 那我们的调查也发现 其实今年想要投资的人 想要创业的人 他们愿意投入的金额 大概是33万7千元左右 但这个数字对比去年相比39万4千元 明显是少了5万7千多元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原因 我们发现可能跟通膨是有关系的 因为呢现在物价上涨 还有房租的租金也变贵了 所以可能会垫高他们的投资成本 压缩到他们的获利 所以因此投入的金额也转趋保守 创业者他们最担心的问题 其实除了就是工时的部分啊 还有人员不好找啊 另外还包含了房租物价上涨 还有可能竞品太多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宣传等等的烦恼 对于投资者来说 还有创业者来说 都是让他们非常担心的部分 刚才我们前面有提到嘛 很多人想要创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因为希望可以拥有更弹性的工时 有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 但是根据我们的数据发现啊 其实真正创业之后 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 其实占了大多数 而另外呢有超过三成的人 他们的工时甚至是超过10小时的 所以跟一般大家觉得 创业之后你的时间比较弹性自由 好像是有些许出入 那这些创业者 他们最想投入的产业有哪些呢 在台湾真的是名以实为天 我们调查发现 超过四成的人 最想投入的是特色小吃 其次呢则是包含 台湾人最喜欢的咖啡手摇影 还有服饰以及网拍代购等等 最后呢是早午餐的部分 所以可见不管是在餐饮的部分 或者是微电商的部分 都是现在创业者非常有兴趣投入的目标 调查中也指出 第一次创业年龄 落在26到30岁占最大中 其次是34到40岁 整体平均创业年龄为35岁 关键原因在于热情和行动力 有不少人会采取极低资金成本创业试水温 创业失败就回归遭久晚五的上班族生活 整体而言以小博大是最佳创业写照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